是一定的 大家就可以期待說 今天會有一個非常豐富的內涵 我相信在場面已經有非常多的朋友 已經知道何春瑩老師 最認識的何春瑩老師 甚至幾乎大學這樣子 剛好之前有一個網友 今天也在現場 他的網站上就說 希望今天可以把場面提到 非常欣慰的我們達到這件事情 我還是為了這位新朋友們介紹一下 稍微介紹一下何春瑩老師 他是中央大學現在的講座教授 更重要的是 他是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造極人 他也是台灣性別研究室的領事 像何老師這樣子的人物 在座的言語都沒有辦法 都理不上他本人 就是性自創症帶來的震撼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時間 交給何春瑩老師 請大家也熱烈的掌聲 歡迎邵老師 請大家也熱烈的掌聲歡迎邵老師 哇 驚大的掌聲不錯了 小朋友很有力氣 確實這文件是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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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有 文件確實是我寫的 因為他們原先寫的 我看得很火大 我近年來非常討厭的兩個字 就是踹共 因為我覺得那個 你就是好玩一下可愛一下就可以 當心什麼活動都要踹共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沒意思了 不但很沒意思 我也覺得好像那性不 趣味性過了以後 它就變成一種挑釁的說法 我個人不太喜歡踹共 我現在有的時候還比較輕共一點 因為我覺得共的那個節目還蠻好看的 資訊也好像也蠻多的 他們特別是語言使用能力很高 所以我都會注意一個去進 因此我進到踹共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有這個必要嗎 好 Anyway 我不是喜歡那樣子的文宣 因此我就自己寫了一個文宣 然後看看大家會不會有興趣 要到那個場子來聽一些東西 好 我自己有準備 所以就自己來開始講吧 我還沒記錄2007 不是因為我不選2007 因為我用漢英輸入法 漢英輸入法是2007不罵其 所以為了要我打死打蛋怪 我就繼續用我的XP和2003 好 我選了這個題目 基本上是希望跟大家談一下 上街頭這回事 那我也比較用的是 我個人的一些經驗來談 因為我覺得用女生去講街頭 這一點我比較有興趣 我從我自己的街頭經驗來談 我覺得為什麼要上街頭 也許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要上街頭 這個問題好像蠻有意思的 也許有些人會就是說 為什麼要去呢 問你 那我是覺得應該先反問你 為什麼不要上街頭 為什麼你不會想到要上街頭 到底街頭對你來講是什麼意思 對我們來講街頭是什麼意思 一般來講的話 街道本來就是一個公共空間 我們可以自由地進行各式各種活動 可是這個公共空間 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把這個公共空間的功能和它的目的 限制在幾個很重要的方面 一個重要的方面 當然是運輸交通 大家跑來跑去的 可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消費 所以每一次的這個消費的休閒的 這個活動的主要的性質 被遊行給攪擾 你現在每次遊行一出來 大家都說要攪擾了是序 你想要做生意 雖然其實做生意的店家都得了很多生意 可是每天講的時候 影響到生意 所以公共空間其實被界定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它的特質就是要滿足這一些主要的目的 消費的休閒的或者掌控運輸的 另外還有就是國威的展現 國威展現是什麼 就是遊行 示威 不是示威 遊行還有國威的展現 像這個剛剛過的國慶 那個街道全部封鎖起來 展現一下國家的力量在它裡 這一類的空間裡面所扮演的角色 就會這樣界定了 在這個之外的 你說我們要從前這一點 在市長任內 總統任內的時候 都辦過空間標目 那是很少很少見的 就是在某一個階段 公園旁邊跳一塊的路全部攬起來 然後讓它在裡面跳 那這一種的話除非是國家辦的 除非是國家授取出的這個空間 我們可以有別的用 否則的話 基本上街道的空間 是對國家的各式各樣的功能 特別跟治理相關的功能 所界定的 在那之外的 基本上不太能走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 上街頭是因為你不要接受 這一些鞏固現有權利的 一些秩序平靜順暢 街頭上什麼都沒事 就是大家悠哉悠哉的在太陽底下逛街 這樣一個悠閒和順暢 掩蓋了在國家整體制中的一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 這些不平等的權利關係 就是上街頭的人希望出現的 因為如果讓街頭繼續的順暢 繼續的大家安然無視的 繼續在101下背 大家就看不見現在 在經濟體系上的可能性問題 因此辦活動的人就說 我要去攪擾那邊寧靜 因為在那樣子的秩序當中 正包含了某一種權利的布局 秩序本身就是權利的布局 因為你被規範了 要在這個地方 這個時間做這樣的事 其他的事不可以做 因此秩序本身包含了很強烈的 權利的談義 我昨天才剛剛看到一段文章 就是有人在談這次占領台北 也呼應了占領華爾街 這樣整個的行動 那15號的時候在台北101 有舉辦了占領台北行動 有沒有人去 有沒有 好 看看 哇塞 就我知道你要低野人 是新竹很遠嗎 OK 好 很好 有人會懷疑占領台北 這樣一個活動有什麼意思 因為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中心的宗旨 沒有什麼主張 也不知道誰主辦的 好像就是Facebook大家喊一喊 五千人喊讚 那最後的話 出現大概就只有數百人而已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這是很失敗的行動 於是就有一個人就寫一篇文章 他說 哎呀 一場運動鬧下來 新聞鬧得很大 產生了若干運動名流 就是上了鏡頭亂跑走 但是運動卻可能什麼都沒有被改變 同時他也說 在媒體的時代 無論做任何事 如果媒體的報導 那就等於根本沒做 因此搞社會運動 你一定要找到一些夠嗆的題目 一定要使運動壯觀 問題在於這些只是運動的過程 而非運動的目標 而當代的社會運動 都只注重媒體效果 而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目標 因為運動可以一時之間受到媒體報導 SNG撤了亂附近 只會是新聞的事件 但是社會運動畢竟不是一場表演藝術 沒有目標運動還有什麼用 同志遊行當然也要時刻想這個 最後一句是我寫的 前面那一堆是南方碩先生寫的 因為我看了這個文章以後 其實你心裡面有很複雜的一些想法 因為一方面 我作為佔領台北的成員一份 我不同意他說 對於佔領台北整個行動 好像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只是大家玩了一陣子而已 因為我認為能夠在台北101這些所有的名牌店的門口 唱國際歌和打倒資本主義是很 是很改變你的情緒和你的氣氛的一種事情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是開始去想一些事 那個開始去想它是我比較關鍵的東西 那他說佔領台北這個活動意義是不是那麼大的 我一方面不是很同意 因為我覺得我有另外一些想法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同意 有一些運動也許搞得很花俏 而且是有花俏的時候 因為運動的效果是蠻值得我們質疑的 例如同志遊行 如果大家記得的就是一些小褲褲、身體 各式各樣的慾望的展現 化妝、扮妝之類的 如果大家只記得這個的話 我總覺得說應該還有一些別的 那你也會看到 我們其實也有別的團體在想別的事情 所以我一個部分同意說 我們是要一方面去跟南方說對話說 不是那麼回事 它有它的意思是數於意義 我今天晚上的演講部分在回應那個 然後另外一部分的話 我也會說沒錯 如果運動搞得只有一些奇觀 只有一些表面的東西的話 那是不是還可以再多做一點別的 那我覺得要回應南方說的說法的話 很重要的一個說法就是 上界頭他本身是多得正穩的 多得常規的行為 對大家來講 就不會出現在那樣的 不重要的情形然後狀狀 但是在運動遊行的方面 也是可以進入一些過去被禁止的 經過的經驗 而且在這個空間當中 也有些會有可能 可以學習到新的視野 所以也許要想的事情不是說 哎呀 這樣做這個事情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大家不上街頭 相反的我們要重新去思考 我們要怎麼樣去上街頭 上街頭之幾個 我們要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做什麼樣的準備 把自己打造成什麼樣的狀態 然後上了街頭以後要做什麼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希望在街頭所進行的這些活動 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上街頭因此它就不只是我們想像的 走走寒寒而已 我必須神尿在過去這將近20年當中 有一些街頭的遊行 我在裡面只是走走寒寒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被點起火來認同某一個很清楚的 或者很強大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不是說我會走走寒寒 然後在這個遊行隊伍當中交交朋友 或者跟我的老朋友們見見面 可是有一些隊伍的話我是很有心的 看議題 看遊行的隊伍而定 所以也許上街頭不是走走寒寒而已 有很多的教育的機會和實踐 是可以在街頭進行的 那新的認知跟新的實踐 也會透過我們的肉身 移動到這個空間裡面 移動到它的進程空間裡面 去改變這個空間的意義和它的權利 而且往往上街頭 你不是只是跟認識的人在一起 總會有遇到很多很陌生的人 你怎麼樣參與一個陌生的群眾 而在這個陌生的群眾當中 可以把你自己心裡面想要表達的東西 可以講得出來 喊得出來 說得出來 可以跟人家面論 怎麼樣去發掘在隊伍當中的學習的機會 怎麼樣去實踐身體跟聲音的改造 我說的身體跟聲音的改造是說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人 其實是滿害怕站在公共的空間裡面 很怕別人看我們 每次上課的時候 你教室上台前面講一些話 每個人都突然拚起來 說得小笑的 我很少有學生是一上台以後就說 哇 整個是多棒啊 被我佔給了教室的空間的 打到這張片子 很少有這樣的一次 多半都是會會說說的很怕想說 不過我們其實甚至只很怕 在公共的空間裡面 被人一來一來一來站在這裡 不是說你們的專業 我會說所有的眼光都在我身上 我很緊張 我也很覺得不知道自己怎麼樣才好 那另外還有聲音 接到上面的喊很好 其實像你平常像我一直叫的小聲音 在那個時候可以大聲地喊出去 我們社會其實不喜歡很多喊叫的 所以從小大家都知道 在小學裡面一年級的時候 老師最常講課 上就有三個字叫做要吵 不論你是不要講話的 我一個旁邊小聲兩個人講一句 老師也說啪吵 意思就是基本上我是不要講話的 所以那個聲音的運用 其實很早就已經被吟喝掉了 因此在街頭運動當中 身體重新的改造 身體的感覺 那種不再怕人看 身體變成一個大的飛動 吸收的目光 以及我們怎麼樣去改造我們的聲音 可以讓我們的聲音 跟我們的身體 跟我們的氣勢 跟我們的理念結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搶大的力量 這個都是可以在街頭當中去進行的 也在這個街頭的活動當中 去開始去認識 去理解 我們的社會是怎麼一回事 去上街頭能做的事情還蠻多的 好 我今天有一個教育我絕對不講 就是街頭的身體慾望教育 剛剛在前面不講說 為什麼在街上你會發飆 然後最後你才會發情 對不對 那一個部分今晚絕不講為什麼 留給你上街頭 你們只有用自己的肉身去體驗 你才懂我 什麼叫做慾望和身體的狀態 當你看到水南海那個星色的 一波一波就很小的 而且都穿白色的路 被人遐想到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一個很強大的的身體狀態 那個你們要不要重新對我們當中去看才可以 還有不要只在照片上看 那是兩碼是靠近身體的時候是有溫度的 皮膚的表面是有濕氣的 那個感覺就是必須要到街頭去 我不在這邊用任何的語言去代表那個精神 所以身體和慾望的部分我完全不講 留給你們 你們上街頭去自己去尋找資訊 去體認這樣的感覺 那我們就談一些比較嚴肅的概念的 我認為上街頭是一個很重要的民主教 因為過去我們對於民主的認知都是 民主就是投票 民主就是少數不從多數 那我覺得在街頭上的時候 其實讓我們看到另外一些東西 民主的另外一些意義 我只講我比較歡欣的那些意義 絕不代表民主的所有的意義 我覺得上街頭很重要的意義 是把邊緣的被排斥的議題送進公共空間 而且是force your way into 公共空間 強迫 也就是你平常都不談這個話題 你不一定離我們 我就現在就硬生 硬生 生的把對人送到你面前去 你平常的話有可能對這個議題 吃吃飲品 你覺得這不是重要的議題 我最重要的議題是草良黨 誰家有農場 誰家有豪宅 可是我們就說對不起 我要談別的議題 我硬生生的用肉身 煮生在公共對舞 把這個議題送過去 邊緣的議題透過人們的身體 而穿進到這個公共空間裡面 強過人看到 還有有一些議題是在議題討論 可是這個議題在公共空間裡面 只有主流立場 他沒有一個不一樣的立場 大家都說非常非常非常 消滅性工作 這個是一個婦化的工作 這是一個播削女性的工作 能用另外一個聲音嗎? 那另外一個聲音要怎麼樣才可以被聽到 那另外的聲音就有可能 必須要選擇上街頭 才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廢掉台北工艙並沒有權利共識 如果他不上街頭 台北工艙如果當時沒有起來 如果沒有去抗爭 那就變成全民共識 因為沒有另外一個聲音出來 主流的意見做變成 對對對對對 市場做得好 我們確實應該消除這樣一個行業 這樣一個可恥的行業 但是當有人站起來 進入空空間的時候 另一個立場才可能出現 而這個另一個立場 是在原來的社會空間裡面沒有 或者被壓抑 被消音 或者是很理想過的 而這樣的一個另類的立場 和另類的聲音出現 我覺得是在整個的民主進展過程當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有多元的意義的那種 不同意見的這種聲音必須要存在 才是真的民主 大家都同意同意一件事情不是民主 真正有不同的聲音出現 能夠對話才是民主 好 另外的話 上街頭還有一個很特殊的意義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些既定的民主程序 可以去表達意見 你可以選舉 你可以投票 你可以投書 你可以做各樣的事情去發表你的意見 可是有一些意見 人們覺得有這個疾迫性 它必須要找尋到另外一個管道 另外一個吸引到媒體 以至於曝光在很多人面前的管道 因為寫一個社論 以現在那個報紙發行量的話 我們很少人看的 即使是在蘋果刊登也不是那麼多人看 更不要說在自由時報 在門下之兩大報 基本上沒有太多人聽不懂 那就不會有太多人看得到你的觀點 所以我以為要有更多人看到我的觀點 我就必須要製造一個新聞的實踐 這個一點也不可止 要換你 要我玩什麼 也就是說我們按照既定 已經存在的民主的管道來表達意見吧 那對不起 我的成績 我的投書 不知道要丟過多少次 還沒有人要理我 但是一次的事件 它有可能就讓人看到 台北公道當然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硬是衝到台北市民的業界 就能夠看到 因為新聞出來 因為這一些原來我們想像 大概會把自己埋到地裏代表出來的科學人員 他們出來了 而且他們很大聲地說 我要我的工作 那個時候社會所維持某種道德的故事 道德的假象 伊撒達這邊風景 原來有人有不同意見 而這個不同意見是這麼重要的 當然上街頭很重要的空間意義就是公共空間本來就是我們的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在公共空間裡面進行我們的活動 只要我們又傷害到別人 為什麼不可以 而且這個公共空間就再也不只是空間而已 在上街頭的時候 所受到的各種限制也好 規定也好 代股也好 舉起來的牌子也好 這三次 你是非打即合 這一些都暴露出來公共空間不是沒有權力滲透的 公共空間是被權力完全地滲透 而且有諸多的限制 我們現在其實在捷運站裡面 大家覺得很有秩序 可是有沒有想到在捷運站裡面 有多少事情是不能做的 你只要去想那些不能做的事情 就知道所有的空間目前都被權力無形地管轄著 這些權力不見得是外面的危局 說你多一口水 我罰你一千塊塊 很多時候那個權力已經內化到我們裡面 你們在台北捷運的時候 上到電伏地往上走的時候 誰會站左邊呢 所謂你是日本人 香港人 他基本上你會自動靠右 就算後面沒有人要搶 我都靠右 這也為什麼台北的那個電伏地 我常常壞掉電話外面 基本上在電很少人用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 而且統統都靠右 又沒有那麼多人 其實大家都站並排的話 就很快通通去炸掉了 但是剛剛我養成的習慣 好像站左邊是可恥 是攪擾著某種順暢的運作 你看到這些是內化的東西 沒有人告訴你說 知道這個運作一定要在右邊 沒有 但是你已經內化了某種狀態 而且內化的這個規矩 還被你視為叫全民的禮貌 是一種替公眾著想 你不能太自私 這些東西目前都在我們裡面 我們裡面已經被權力滲透內化了 上街頭是掙脫這樣子的內化的權力 很重要的行動 例如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民主的聚會 不管你限制什麼人色 我覺得當年2006年 洪山軍佔領台北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民主的行動 你在一個行動裡面 人民第一次看到他們可以說 總統下台 總統你是貪圖 總統你有問題 重點不是陳水北有何貪圖 重點是人民有何有權力說他貪圖 人民有何有權力去表達 他們對於總統的不滿 這個是民主的試驚史 我覺得洪山軍運動是很有意思的一個運動 而且當時在街頭 他們已經不再是一次的小遊行 他們根本把公共空間的佔領了 在公共空間裡去進行一個空間的改造 人類的改造 說話方式的改造 討論議題的改造 那個是一個很奇怪很奇妙的一個狀態 當然更奇妙的就是他突然交涉 再也沒有人願意提起 每一個願意提起的人 或者參與過的人 好像這個是一個不可觸碰的傷痕 是不能談的事情 新的二二把在這裡 不能講 不能講我曾經參與過這個活動 不能講我曾經在街頭睡過幾天 不能說什麼 你周圍的所有的洪山區 當時有多少人 洪山區裡面 再也沒有一個人在穿起洪山區的那個襯衫 再也沒有一個人在說 沒有了 就這樣消失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值得好好的去研究 就是一個歷史的現象 你們如果在哪裡 我剛才有那個地背後 我剛才有人在賣那個聯合報道 那個湖山區記錄那個書 我告訴我一下他國下買一本 那是有很多的照片 幾乎都收在聯合報出的一個詹集裡面 可是現在買福島裡面是已經絕版 就被那些那個 沒有辦法說起那一段時間 經驗的人珍藏起來 在哪裡一人無處的陣間 共謀地看著一樣的好朋友 留下了聽著紅花語 翻著聯合報的這本畫作 記得那一年我們共同上播的南街頭 你們笑的是什麼意思 但是你們笑的意思是說 覺得這個事情有可笑嗎 其實不意外我覺得一個在紅磚區 一個人心裡面身上都經歷過的一些事情 而那個事情的不能說 我覺得會有憂鬱症 憂鬱症 還好 是有這種事 是有什麼壓抑 我覺得很多東西 其實是需要被表現出來的 被交流出來的 上街頭的時候也是有這樣的一個 thera-pugic 的小文章 輸減的某種心理的壓力 好 在街頭當然有民意的對話了 因為就我們比較常常看到的就是 有一個議題然後有一群人 他們認為政府的政策不好 或是政府忽略了什麼 或是政府想要做的什麼事情 有這樣的事情 上街的路在街頭上 讓他們看到很多的政府的意見 還有一個政府還是政府的政策 民主喜欢和逃到政府的機關 政府城中過的海盜 這些重要市民的機構前去抗議 人民及政府時不會抗議 可是在街頭有的時候 也會出現另外一些場面 例如人流和人民的抗議 這個比較少見一點 往往都聽有一群人在游行的時候 另外一群人在裡面說錢了 Chung 然後就罵或者之類的 有各式各樣做的 但比較少 因此人民和人民的對象 很少這樣配置起來 很少 比較多的是文物上場 今天來上場 下禮拜綠族上場 大家有清理器 大家什麼 比較沒有兩堆配起來 但除非是群組的時候 在加入這個場面 文群其實都有 比較類的特殊的時間 因爲著一些特殊的脈絡而對比起來 但是一般來講的話 比較除了學習 還有奇怪的東西 是比較少的 當然有不就沒有 2009年 這個紀錄要拍的嗎 這麼快你就看不見我怎麼覺得不變了 2019年在同志運動 準備大遊行檢疫中 台北基督教準備了一個大遊行 看他們拿出來招臺 同境內遊行招致大災難 這個必然沒有實現 你基督的愛建立家庭 文化家庭 就是它 神主一男一女的婚姻 其實我覺得是什麼 神愛世人恨惡罪惡 哎呦不是這樣子 滿多人都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遊行 它其實很有趣的 你看到一些愛的招感 可是你看到很強烈的恨 這種宇宙族的旅遊行 會這樣子 所以像這一類的旅遊當家的行動的話 就會有人會看到 誕生了一個星團比較歐買電影 當年的話 他們是在遊行的時候 歐買電影出來 歐買電影比較好看 是不是 他比較有興趣 看 還在廣場 是現場 是現場 好不好 來來來來來 謝謝 謝謝 一定要中文練習是比較重的嗎 還蠻重的 我想 而且本來是要用兩手 兩手架在那個時間上 這樣我看就比較對不起 因為我會選擇的團隊 對 只能這樣來 那種姿勢 那種姿勢 這樣的姿勢是耶穌的姿勢 對 耶穌當時有這樣的 假的 是很好 就是這個 打烏紙 像這個指示 指示蠻好的 那你們也看得出來 就是那個牽責 因為我們有十幾年 他也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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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後來就有一個招致大戰彈 他也很會怕 這是那個牽責 然後牽責 但是之後 也有一個招致大戰彈 沒有他就很害怕 有什麼招致大戰彈 沒有他就是 後來就大戰彈 也是蠻災難題的 我覺得這個要有意思 因為當地是同一時間在中西堂堂的廣場 然後兩方被確實有一個面子 而且確實有想要進行某種對話 你要告訴我們 從後來有沒有整個對話好嗎? 有沒有對話到? 當地有點雞同鴨醬 當時應該是王浩中 那個時候我們一起嘗試要跟牧師有點對話 不過牧師他又有了腳踢 就是說他是神的氣 他是神的仆人 所以他要幫神做事情 他覺得這樣很捨得練習 所以當地譬如有在這個地方有任何的溝通 或是理解到彼此的地方 其實都是兩個獨立線這樣 其實這兩個隊伍的溝通 已經在我們的腦中經著圖像進行了 我們看到這邊講的 我們也看到這邊講的 我們自己腦中會進行化學的那種對話 然後你自己開始想這樣的問題 這是街頭很奇妙的事情 你開始看見有人民與人民的對抗 而不是因為選舉 不是因為要去搶政治的意義 而是因為他們根本上有一些立場上的差別 那我也覺得在街頭的話 其實是我們基本人權表現的空間 所以我一直覺得街頭的空間是可以佔領的 當年在無科八牛佔領中校東路門的時候 我那一年 我也是睡得很奇妙 是爽啊 當時因為你晚上睡得那一塊 我睡得那一塊地方就上百萬元價值 在我們街頭上站一塊地然後躺下來 當燈時感覺到我們是百萬元 然後你睡得很像懷疑 但是你這晚上你都會睡在哪裡 你平常哪有這個機會可以再入中央 然後霸占距離為王的那種感覺 我是覺得這個過程中是給人們一些很特殊的感受 這邊都市的空間突然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空間裡面來 那更不要講說我們在都市的這個生活空間裡面 連要聚集起來想要表達自己的意見 都會有請求法附在你頭上 告訴你說這個不可以 這個不可以 要先登記 要這個要讓你 他不高興 他可以不讓你聚 而且我也覺得有的時候 少少幾個人聚集在一起講講話會怎樣嗎 值得我們就這樣取牌子嗎 就是難怪解散 常常覺得我們是在集權國家才是這樣子 應該可以有機會給表達意見 我在大陸有常常看到很多人聚集起來 駆馬椅子 有六人舉牌子說 難怪解散 也還會有一些表達的空間 好 職業化的出現其實有很重大的 就是因為它使人們在你街頭聚集 他感玩意見成的步伐 根本就要想看成為非法附近的事情 如果說今天我們倆聽見不一樣 我們就不是說這個話 我們吵架都很難 可是如果有一方被視為非法附近 你要表達為一切 但是我跟人家我要講的話 我要講的話被視為非法的時候 我基本上就沒有這個法附近 像什麼話我會講 但是在抗爭期間我曾經講過一句話 叫性工作 好工作 這句話很厲害 因為這句話被視為會帶壞小孩 因為我們已經從1999年修改了1995年的一個 來照性交易行事場面 所有可能互導兒童 涉足性交易的話語都可以說了 所以性工作好工作也不太能講 然後在網路上面 如果想要會跟性工作相關的事情 例如目前人家的行情是什麼呢 處法 不管你是不是要做 你甚至說我收集資料 想知道一下現在延漿的行情 對不起 處法 來上29條等著你 那下29條也是很奇怪的反應 因為如果你在網路上面留下 不該留下的言論 這也是跟性交易相關的言論 想說真的有很多人 延漿嗎 這是通常受水垃圾口的好奇問題 這是處法的問題 所以 因為警察會說 別人不知道 說不定接下來會有 就真的跟人家談言交 所以這個叫意圖犯罪 那也是觸犯29條 29條的話 最高可處 並克一百萬 殺人比較好 好 很多東西被視為被打了以後 他基本上就把你想做的那些事情 放到了法律之下 沒關係 法律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典禮是個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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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禮是個成家 法律的典禮 因為完全是法官沒有任何的中間說 我有話說 典禮是法官決定 就是決定了 這部分的話 當行走接走 表達意義的行為被視為非法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就已經剝奪了一個人的自由化的權利 他思想的權利 剛才我講的是民主的部分 我們開始認識到說 我們表達不同意見 自由佔領空間的權利 可以在街頭行動當天 當我們上街頭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經歷這樣一個民主的過程 去體認這樣一個民主的經驗 而理解到說原來人民是可以有power的 我們有權利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當然街頭還可以進行另外一些運動 下面的話 比較要講的是社會運動 這個就是很有名的我要信高潮 不要信紮擾的遊行 在這個遊行當中 我其實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教育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比較懂了什麼叫做上街頭 從前上街頭的時候 我們最早的時候 90年代前前後後的結業以後 剛剛開始有公運 有很多劇情的場合的時候 我們沒有不是真正的公人 我們比較是公仔後面要貨的那種 公仔一定就是像我朋友 我跟正村集團去處什麼會 而且他們都在前面走 然後我們就在後面 搖滾搖滾在那裡 把不清楚怎麼一回事 我們還沒有很多的公會的經驗 但是其實那時候我覺得不太清楚 街頭是什麼 我覺得是在1994的這次的過程當中 要我很清楚地感受到上街頭什麼的過程 就是在街頭上面 你可以感受到群眾的感覺 又是在這次的運動當中 我相信裡面有很多人有聽到我 講過或喜過的關於 就是我甚至連這個口號的 感應有在緊安的麥克風當中 是吧 你們不會那麼無知吧 你們知道這個口號是怎麼來的吧 那我要回到我剛剛講的一個 就是那個街頭的感受 1994年 失大火紋性發生了一個事件 有一個女生 衣術師大的一位老師 對她當時還沒有流行性侵這種事業 就是性騷擾她 然後就開始發動了各式各樣的 女性主義者一聽到說 蛤 我們這些村子女大學生 被教授強迫侮辱 那怎麼可以呢 性騷擾這個議題 其實在女性主義村子裡面的假反正 所以大家就決定說 好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當成一個機會 然後呼籲大家重視在校園裡面 因為事實不平的關係 因為男女不平的關係 這兩條線 就是合避而造成的女學生 一個獎勵的主義 當時的話 我們其實要組織這樣一個遊行的時候 我們又要交到遊行 之前我們在4月的時候 就到各校區裡面講 不同的女性主義的學者 兩兩層對女跟學校的跟老師聚集在一起 然後一起去做座場會 去講什麼是新騷擾 我們要處理什麼樣的問題 當時的話 我其實在一些場合 我有組織 因為我有自己也是代表 去過一兩場 對裡面有一些說法是 有一些小小的不安 那這個不安的話 是因為那些說法裡面 說起來的時候 男人都是大惡狼 女人都是小棉羊 我覺得有點 因為我不太sit 那個小棉羊的男人 所以我就有點困難 然後就放在那個角色的位置上面 然後到5萬2遊行的時候 在這三個大隊 前面是學生的隊伍 然後中間是老師的隊伍 然後最後是我們那時候 我們社會人士是隊伍 那我比較不喜歡在太純淨的隊伍 但是我同學都在社區 我也差不多去三天 我們就讓他們一起 長路上的時候 就跟著跟著 人家投行 就跟著走 你不知道人家在幹什麼 一定會很差 你知道後來別人走了 走一走 我們就在講 就是有情人的囚子 那就是要想去騷擾 當時我們今天在學生上面 但是我想自己的 人類學習在裡面 心靜上好 有多一點一起 在上面去面臨 有第三個 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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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龍大學 有時候他們的生命的電性騷擾 因為現在是比較出任大學 實在都有發生事情 對它們很唸進的 但是心靈跳得很廣播了 就很有情感 然後就覺得很器材 因為身體比較兼略 比較大聲 然後你會覺得 哇 很可怕呀 每個校園都有 氣騷擾 碎碎都是 然後走在路上的時候 你會感覺情緒很低落 就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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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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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感覺分別 我瀰漫在這裡 不去慘 我就覺得說 這很明顯意思 我們在旁邊擠著 我們是社會人士的經驗 那個經驗 社會人士還是不來的 在開始還性騷擾 我們想說 哇 不要性騷擾 不要性騷擾 那你這樣就不打開 我們就想說 那不要性騷擾 那用什麼 我們就想不要性騷擾 不要不要不要 那不要什麼呢 我們就開始在校園 大家來講一下 要什麼 那當時的話 有一位公園男朋友說 嗯 要有性經驗 其實我今天也沒聽到 要有性經驗 不要性騷擾 怎麼爛 你為什麼爛 中文的基本原則 怎麼可以要性經驗 不要性騷擾 搭不起來 我可以在校園 搭不起來 然後也有人敲毫 我會說 育教性經驗 你看今天跑怎麼辦嗎 育教性經驗 我一定要要好的東西 育教性能力去 雖然有經驗 但是某種裡面還不知道 我們今天說 我們今天還弄了什麼東西 好想死 當時我們已經經過了西大 然後走到了 去大公園 大公園的話也有空 大家要停下來 因為從太大 到我們西大大 就來已經蠻久了 讓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就休息的時候 怎麼可能大家都 沒有人講話 沒有一個focus 裡面有沒有focus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核心的關注 因此當時他就各校的 那些理教授的長出現 什麼張小洪 有律師 有他們這些都上去講的 可是他們因為續航會比較大 講了一陣子以後就沒話可以講 因為當時那個 我們都在附近 然後當時我們講笑 我外號叫小洪 然後你來講講 也來講講 我講 你有準備啊 你不知道要幹嘛 好 沒關係 上去 愛講什麼就講什麼 然後就開始講 那我要講的是 當時我願意講 可是因為這一些狀況 我就有點想講 什麼是性騷擾 所以我覺得 當時我就開始講就是 性騷擾不是少數的男人 不是少數的壞男人做的事情 我其實覺得性騷擾是一個文化氛圍向你產業 就是這個文化太不讓人自由地去接觸你所愛的人 去表達你的情意 每次都把這種表意的事情看得很嚴重 就是大家第一個我就不敢向你表達 因為覺得好像該向你表達 反正應該要有父母之律令人 所以才能夠有一個正確的管道 我要自己上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怕 第二個呢 我要上 我也害怕 因為萬一被拒絕 我的人生就毀了 沒有面子了 就是什麼東西 那當我們的社會氛圍不開放 我們的社會的這個空間裡面 讓人們沒有辦法去直接的去 很自在的 而且不要有嚴重後果的去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 如今有很多人 他的表達的方式會讓對方覺得不舒服 因為你不太心意 第二個他的表達的方式讓你覺得說 哇 這個人直接這麼了當 他的意願怎麼樣就赤裸裸不出來了之類的 當你的自由的空間 不要再心想的話 酒吧裡面兩個人 就說喝酒 點一喵喵就可以說 不要不太心意 不要不太心意 很直接 對方也不會覺得說 然後他如果跟你講說 怎樣 你也不會覺得 噢 就不要嘛 就這個人說 I'm sorry I'm sorry 我還沒有你打到嚇人 你用那個人打到嚇人 一個人說 你要輕鬆自在 人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壓力在 然後用一些很困濁的方式 你要知道這種事件是需要練習的 那些內心的手段很高 一上手就能打到輪陣 那些練習的有個不處子 是獲得的不處子 它在順暢之內 那個練習的空間 這樣我媽裡沒有 不如說他剛剛還沒有 怎樣的認識 把他認識的 因為酒才落手 你的動手過酒才能一起看內容 我跟你的 對不起啊 我們還在講1994 不是現在 那 那你很難 其實很公平的工作 也許說 它有一個意義 台灣能到現在的方法 我們一定有奉獻 我們把一些空間打開來 就想你先出來其他東西 好 結果我就繼續講說 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更豐厚的體驗文化 那你怎麼給幾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結婚 然後戀愛 要有很多男孩來逛逛 我們要很多很多的經驗 要很多很多的資訊 要很多的經驗交流 我想要講到這邊 然後後來人家說 嘿 哈囉 哈囉 因為我已經講了七五分鐘 老師就一上場就跑來跑去講 然後講說的時候 對啊 要走了 感覺自己是這樣子 一個人上台 下台 一個Goingouse 你的伴侶 可是 出去 不會 哎 這樣子 走 走 好 完結束 了 其實 那我已經知道了 口話裡就要喊不要性騷擾 因為大臉本來就是要喊不要性騷擾 可是現在不要性騷擾 最終一個人有意義的同學 對著自己一句 三星期 跟女人看不去 很像我是復章葵小說出身的 貪官 那邊思主我都不會很熟的 然後後來我就說好 前面要有一句 剛才有人講過要性經驗 我已經罵過了 這很爛了 又不一樣的定理 然後又四個字了 總要有一個凹定的字 有什麼凹 然後再聊不要性騷擾 大家就上來 他們兩個只有一個字 很快就想到我 就是凹的定理 招愁 很好 好 下面問題來了 那怎樣 最後一個字啊 再做啊 那一定要五個字啊 我要性騷擾會怎樣呢 就是我要性騷擾會出來 我自己在講的時候 我自己在講的時候 可是我喜歡我在講 我就覺得 嗯 這一句講的不錯啊 因為 你知道後來媒體報導的時候 我就說 只要性騷擾會 想 你不想只要性騷擾會 你要跟錢多 我沒有一個報導就說 我們要性騷擾 開玩笑 我怎麼會出六個字 而且我們什麼意思 我們就有個躲在一群人中間 我也會說 我們做到什麼事情 所以那個口號 我其實覺得那是非常 SELF IN POWER 就是 給自己給力 我 要性騷擾 你把那個我一講出來之後 你怎麼會主事就出來了 你要性騷擾 女人是不講我的啊 那年代女人都說 那是家啊 那是家啊 那是家 沒有 我的 因此講我要性騷擾 就是性的很重要 有經驗的意思 現在 正在思想 我要性騷擾 下面不要性騷擾 順暢 可是 中國的劇情分別是兩次 都有四歲才行啊 所以你要下面要繼續再答應 繼續再想 這個時候呢 當然 臨時想 是想的是什麼 但是氣勢來講 或者意義來講 是很清楚的 你再性騷擾 你知道這一句跟上一句是弄一刀 不知道我也很死仇嗎 不要性騷擾 你再性騷擾 那還要一個凹啊 那當然一定是刀嘛 很簡單嘛 所以我這個也是 不愧是說不要性騷擾 求求你不會這麼壞 直接到這裡說 你再性騷擾 我就弄剪刀 然後從前有很多個Case都是拿剪刀板 然後我在剪刀板 然後在剪刀板 對 這個也沒有什麼不感性的情緒 然後很有趣的是 每喊一句喔 下面的聲音就大哩 我要性騷擾的時候其實下面的聲音 有一點遲疑 有一點害怕 可是畢竟還是喊 但我還是我們社會人士 最大的聲音 這是什麼聲音還是什麼喊 我要性騷擾 不要性騷擾 然後不要性騷擾 然後他覺得安全 不要性騷擾 然後再來說 你在性騷擾 一支聲音放在裡面 大家都想聽下一句是什麼 你在性騷擾 你感覺到那個氣起來了 就是說 我就弄剪刀 哇香料 哇 我就弄剪刀就出來了 一大聲 一眼都怕 相較於原來在此圍車上面那種 今天幾月幾日 什麼什麼大學 發生性騷擾 我們校園也不能再這樣危險 這樣能不安全嗎 這太瘋了 你是不是想要喊 當你在喊這個口號的時候 那個感覺 唉 我們要再來試試看 好 我們來喊口號 我要性騷擾 我要性騷擾 不要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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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喊的有點長 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聲音雖然大 可是你們有節奏感 節奏感男生 我要性騷擾 不要性騷擾 不要性騷擾 好 性騷擾 你現在有節奏感 來 重來喔 我要性騷擾 我要性騷擾 我們三個這樣 不要性騷擾 不要性騷擾 你現在好一點了 你再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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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語氣當中要有威脅感 你再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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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動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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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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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這裡面只寫了四句 我現在有第五句 我又迴反了所有的 所以中國誌石 應該是四達四達四的類數 所以說 因為大家喊得太樂了 我要動剪刀 我就動剪刀的時候 他已經整個氣氛宣揚都不得了 我都覺得 還不行 你一定要再給一句才能下來 就是我要動剪刀 要幹什麼 要講出來 可是我已經真的想出來 已經想了四句了 你一定以為我是什麼樣的 快速度的電腦 然後我就說了一句 完全沒有壓力 但是我覺得四句笑我很好 我說把你剪刀 真的 這是歷史史實 這個東西有個第五句 叫把你剪刀刀 然後哄堂大笑 大家都笑 笑完了以後 這個類伍上路的時候 感覺就不一樣了 然後社會大隊的人 就開始做了這個 就是這些人 他們有時候來四句 有時候他們五句 你這樣看 從大庵公園開始 向著中正紀念堂前進 從外行中南部 我覺得中正在堂上 對我來說 很相信的感到 而且要到那個發明 中正來有對我們 這麼多很多人在喊 然後在上路對我們也喊了以後 那個前面之前 你給我什麼目照回來 因為我們不是中心的 我們不是掌握成的 所以到後來 這種改造 就是原來上街頭的時候 我可能是一個很簡單的 很表面的 很虛幅的一個認同 或者一個看法 可是在走的過程當中 我要被改造 這才是遊行的意義 遊行不是說 一群現成的主體 走到街頭上喊完了東西 然後這一群現成的主體 再回家去 不 真正的遊行 是透過在街頭上的時間中 改造主體 這個主體上去的時候 可能是害怕的 他離開遊行的時候 他得到了一些新的力量 他開始知道說 原來我是可以 有一些新的力量來對抗 我所面對的這樣一個困局的 我也開始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非常的注意 整個遊行當中的口號 我也注意遊行當中 應該怎麼樣去把那個氣氛 把那個學習給帶動起來 社會教育每一次的行動也都有 例如1997年台北公昌抗爭的時候 這是我第一次面對警察 因為你知道從前我們都在公賊的後面 所以也沒有機會 公賊被拖進去 然後我們便沒事 就在這一次的時候 因為我們跟公昌站在一起 公昌就是後面帶著農村帽的物品 然後他們 我們那時候很清楚知道 如果他們走在前面的時候 警察是不會客氣的 所以比較有經驗的工運的朋友們就說 我們學者和社運的人是站低牌的 所以你們看低牌的 都是沒有戴那個帽子 都是綁紅木牙的 我們站在前面 然後我們去打警察 讓後面的人還照樣可以往前推進 要表達說我們要跟師傅對話的立場 那當然當然我們 大家我也從來沒有經歷過 這樣子一個跟警察對視 然後向警察逼近的那種你知道 但那一剎那 我們就學會了說 手腕手活起來要脫步這樣 有那種希特勒軍隊 向前進的那種感覺那種脫步 然後一直往前進進進進進進 進到現在當然警察是會客氣的 他也許不敢打我們 可是你知道這個人的手臂的鏈條 其實還蠻容易被扯斷 被止斷 被各式各樣的方式 而且他們會繞到後面去 就在這一次的行動當中 台北工藏市就為了會長關節 就會打一身一輕 因為他們就用盾牌搓 就是盾牌就直接 所以他就打這個地方 整個黑掉了一罐 第二次的行動出去的時候 他就說 我可以在看牠 我可以在看牠 就來 啪 坐下 台北市政府人口從來看過女人地圖 然後這邊一打怪 就是在這裡被警察的論壇給措斷 但我覺得街頭就變成了一個 讓我覺悟到另外一種事情的 今天作為台北的弱勢居民 當我們要求跟市政府對話的時候 警察竟然是站在市政府的前面面對我們的 警察不是人民的保母嗎? 可是這個分明是市政府大人和保母嗎? 他們是保全啊 他們是在保守這個市政府的大人 而沒有站在我們人民這邊啊 在每一次的公益場合 我們看到這樣的景象 現在到這個地方 又看得很清楚的景象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很清楚看到這個社會的 它把暴力 把 violence 把無力集中在一群人手中 而這群人只能被國家和政府所用 而他們是維護國家和政府的既定的權利 而擋住弱勢的人民要求他們能夠對話 能夠有他們保留他們權利的人的空間 這是我說的在街頭的社會交易 因為你看到社會的真正的結構 你看到的那個權利和那個利益是怎樣的 集中在同一群人的手中 手無寸解無視字的128位阿嬤 他們要什麼?他們能到市政府去做什麼嗎? 但是你看那個陣仗 然後盾牌通通出來 然後把人打傷 我覺得這一種教育才真的讓你看見了 國家和政府的暴力其實有在 當你作為守法的規矩的聽命的國民的時候 你是不會知道國家社會 有它那個強的暴力的那一面 只有當你不聽話 當你實施你最基本的人權和自由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暴力的時候 你伸出來挫傷 在遊行的隊伍當中 往往因為參與著不同的隊伍 你可以認識不同的東西 我的有些朋友在進行工商運動 商這個 因著他們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貢獻 而損失他們的手腳健康的工人 你開始認識到說原來有一群人曾經為台灣的經濟 因為我們只看到台灣經濟的結果 我們只看到那些大的商品 center 我們只看到一些很有錢的人 我們只看到HTC手機 但是我們沒有看見這些工商者附上的生命代價 這些沒手沒腳的這些RCA的 冰著各式各樣的毒物而中毒的這些功能 我們開始看到在街頭開始認識到台灣經濟奇蹟的背後 我們也開始認識到社會的經濟不平均分配 以示某一個階層他們是活不起、保不起、病不起、住不起、生不起、讀不起的 然後我們也許不是這樣一個階層 那你就以為台灣經濟大好了 可是這個階層是存在的 唯有在接觸運動的時候你才看到他們 你才知道他們是怎樣存活的 這一個運動裡面有些人也許不太清楚 2003年兒童福利法整合完畢 沒有少年福利法、沒有兒童福利法 現在只有一個兒童福利法以後 18歲以下的人口均全部都變成了兒童 可是現在是密法的話 18歲以下都是兒童 一體適用兒童福利法裡面所有的規矩 不管你是18歲或是2歲 是一樣的方法管理的 這兩個人口均差多遠 那當時的話 兒童福利法通過以後 隨即又設了新的法規 以及背景書籍書版 以及對於類似錄影 背景節目的管制 其中就是分級辦法出現 分級辦法的話 我們當時在抗爭的時候 是很清楚的知道 他對於原理的知識、知識的層次 我中學的時候 我其實蠻喜歡看書 我們要搭車都到火車站去搭車 火車旁邊都一定有很多書店的 然後你就到書店裡面去看書 一個表情 鐵身馬很重 所以到書店裡面看書 其實是年輕的經濟能力不太好的孩子 就是充實他們知識的方式 不管他們看的是什麼書 我覺得有看書就是有用的 因為他總是在接觸語言 在接觸圖像 在接觸想像 在接觸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可能 不同的幻想 那就是個好事 那你現在這樣白白的這樣看的話 只是被教科書 看好書 當然去看各式這樣的書 對嘛 可是分級辦法 最有效的行為 當時熟知了 他也看了很多書 從此包在背教科書 所以當時我們曾經到新聞局去抗議這個 假分級然後爭錢這些問題 我告訴我大概都希望你們看人家口號 一分自己聽你來看新口號 然後看人家怎麼樣 能夠在少少的幾個字裡面 把他要說的東西裡面記出來 把他最重要的體會者跟你講出來 比如說這邊有作者 作者就會說我爭取創作權 你不要來管我東西什麼東西 你不要去談言論 然後有一些人就去想 問他怎麼寫 然後說二殺想像空間 男一子變成單一子 最大的意思 出版假分級 而小姐受害者 就是去看一下 就這樣起來 書超分級 毀滅領族 自由行政 無所適從 有各式各樣的這些標語 我都覺得你去看一下 因為你要去熟悉一下 你怎麼樣能夠用很小的字眼 把你的訴求寫得很清楚 那2004年 有的時候你的訴求 可以針對當時的一些 看起來也受得共識的東西 像2014重自由行政 這裡有兩個牌子 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 一個牌子 轟趴就是基本人權 如果你不知道 2014年發生過什麼事情 你可能就會覺得 轟趴這個遊玩的事情 怎麼是基本人權 對不起 2014年最有名的 這個就是平致的轟趴被抓 有93位女士 就穿著小布布就會弄到警察集訓 還提過面料自己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同志的團體是很有反省的 因為為什麼人不可以聚集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自己 在家裡面開一個party 我又沒有到街上去拉人 我們自己在這個自己的空間裡面 私人的空間裡面 進行我們自己的活動 為什麼不可以 如果在大陸的話 這個叫做聚眾民亂罪 然後在大陸的話 銀河教授有膽頭批刑的時候 根本就不應該有聚眾民亂罪 人家私密空間裡面進行 把愛做什麼又做什麼 關你屁事 國家的手要伸進人家房間裡面去 最基本裡面去 當然當年2004年 才剛剛經過空發這件事情 好像當時人民大眾的意見 都覺得說 這麼多的男人穿這麼少 我一直在那裡面 哎呀我還聽說滿地都是保險套 哎呀好可怕 各位聽過滿地都是保險套 你應該說讚 對不對大家都有恩去進行的意思 如果在房間裡都沒有保險套 我才會覺得 還要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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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房子都是 就表示大家有用 對不對 很好的事情 可是社會裡面好像一堆就是覺得 啊同志很客氣 同志做這樣的事情 在這樣有情緒 拉出派人去 扣發其基本人權 我覺得是對著主流的意見 幹得不去 這種口號我就絕對有意思 然後旁邊有 信念態度才是常態 若是另外一個經典前的事 開打人的口號 我也覺得這種口號當然有意思 因為如果拿要口號大家看以後 會不會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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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盡量講 要拿起來就讓人用你 正 這種感覺是好的口號 因為你在那的時候 就正在進行生活交流 也讓人們用另外一個方式思考 好 要不要講 從前你從來不知道有惡生存在 但是當惡生的這些老年人坐著輪椅 搭到金頭的時候 你突然看見了台灣歷史文明 這不是什麼交流 你根本不知道他們存在 你不知道台灣重新曾經怎樣對待過 漢山歷病的 你不知道那一塊土地有什麼樣的 什麼歷史的意義 你也不知道這群人是怎樣活過來的 為什麼一個人等了一個病 他要被隔離起來 為什麼一個人要被這樣子的對待 當他們走到了街道上的時候 社會應該感激他們 因為多了一個機會認識你自己的社會 原來你所知道的社會 是這樣的嚇壞 是這樣的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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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們出現的時候 你才慢慢的對於社會的全貌 多了一些認識 那更不要講 外籍勞工的遊行 都快要發生了 你也好像知道有外籍勞工 可是沒見過 不知道他們的狀態 讓他們在遊行對你 告訴你 最久見的就是王皓中 覺得很帥的一個 為什麼你有沒有這樣 這個好像方大同 我每次看到他都跟他講 他很像方大同 他都很電氣 他覺得很討厭我講這個話 可是我真的覺得他很像方大同 在010年同志遊行終年的時候 這一群人上了台 身上幾乎沒有 只有在最重點的部位 第三點的部位 他們貼了女兒交付 為什麼要這樣上去 他們要抗議 他們要抗議 他們抗議新八二相比 他們抗議對兒少的資訊 也有牽制 他們抗議我們沒有辦法 面對身體面對慾望 因為這個社會已經用這些條款 使得這些資訊被封閉起來了 很多跟身體跟慾望相關的圖像 是真的被人看到的 而他們用這樣的方式 進入凱達格蘭大道的空間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免費性的進入 後面是最深圳的 主管政治議員的空間 然後這裡有一些人把身體脫了 然後告訴你說 我不同意你這樣的政策 我不同意你把身體封鎖起來 裸體給他的政治抗爭的意義去 而且他們要抗爭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他們認為同志運動要有政治的充重性 不能說大家就是半張發溜丟的小褲褲穿穿走一走 好像就是大家把這些嘉年華會一樣看待 嘉年華會完了以後 爽完了以後一陣虛脫而已 但是有政治的衝撞性就是把議題 我就說了把議題放到公共空間裡面 把不同意見的聲音放到人們的耳中 讓大家去開始去思考 我們今天聚集遊行是要幹什麼 我們的遊行是只要展出我們的身體而已嗎? 我覺得很重要 展出身體是非常重要 同志遊行的時候 大家都正經八百 實際細節的樣道行人 就是要展出身體 是應該 可是你也不能只有展出身體 應該還有其他的一些已經破載連結的議題 需要被提出來了 所以當年的Oh my God 對不起啊 這群人就是Oh my God 就是那個被基督教衝撞的 很厲害的一群小孩 非常非常厲害 這裡面唯一的一個女婿 那邊右邊過來的第二個 她寫了一篇非常長的文章 去說她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行動 你們也在網路上找一找 讀一讀 學一學 你們都是大學生 學一學人家是怎麼樣看事情 跟你們年齡差不多的人啊 像這樣子一個在公共空間裡面 用自己的肉身去把一個一集圖寫出來 我覺得這是街頭運動能力 非常非常寶貴的關係 嚴重流入自焚 這是當時Oh my God 他們脫完了 做完這個行動以後 苦勞網的報導說 他們為什麼要全部脫光呢? 因為他們為了要抗議 對近來社會上發生的許多 壓迫同志人權的事件 以及提醒同志運動 不應滿足於日間溫和商業化的流行 而放棄了衝撞體制的政治欺負 所以他們寧可去撞刑法235條 當時在事前的時候卻是有一些討論 然後很擔心他們在舞台上會做出危害 刑法235條的行為 這樣的話那個遊行的單位就吃不了這種了 所以最後他們的決定是說 就用肉色的膠帶把第三點遮起來 你們不要小看這樣子的行動 你就回家試驗看看 那種普通的3M膠黏一下游試試看 他們用的是那種大附包裹的黏的 那種寬的那種咖啡色的 那個黏的毛是很痛的 要不要 你要試試看 歐買可以成員在遊行舞台上赤裸身體 並以同志身分公開接吻 另外有一張的話是他的意思接吻 然後老盧一個宣言說挑戰社會與媒體 保守的性價之官 也對同志大遊行的形式提出批判 很有趣的是他們不是只是拖站在那邊 然後你也不知道那邊為什麼要拖 他們還有一個很清楚的政治的言論 告訴你說我為什麼要拖 我對什麼東西不滿 我對什麼東西有批判 這個是任何的行動不可少的 比如說你不是只做一個行動而已 你那個行動意義要被你自己點出來講得很清楚 那我覺得那一次是我見過的 這個階段上的那個行動最完美的一次 因為那個衝撞性夠 他們針對的目標清楚 而他們的這個political statement 這個政治的發言也寫了 非常好